牽手招财猫卡哇伊 顶着人见人爱的疗愈模样 原来每一只招财猫 都有着不同含义 不太小的 应该是吉祥物招财平安健康 解密招财猫 关键就看是举哪只手 一说是举右手的招财猫是公猫 专门招揽白天上门的客人 而举左手的是母猫 会吸引夜猫族来消费 还有一说是举右手的放家中 举左手的放店面 那右边的话代表就是在居家 然后在守护的部分 那左边的话当然就是可以招财 所以大家看到都是举左手的 颜色也有不同寓意 黑色就去厄运吗 日本相信黑猫驱邪 黑色代表家庭安全 常见的白色招财猫是开运招福气 金色黄色招财第一 红色无病消灾 粉色当然就是恋爱顺利 风水也有禁忌 要是放家中不要朝向厕所 相传容易削弱招财猫能量 要放就放玄关最好 还要保持干净 平时摸摸肚子摸摸头 至于开店切勿摆在收银机上 因为反而化蛇天足 带来反效果 原来可爱招财猫不仅会招财 也藏着各种祝福 接着卢俊杰往上台中采访报道